iPhone手机用户 你们是不是经常刷到一些数码博主 就像最近几天这个iOS15.5推送提示更新的 他们就说更新完成之后到底有多香多香 但是实际自己更新完成之后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 甚至有的更新完成之后出现了一些屏幕失灵 面容失效 指纹失效之类的 当出现这些情况了 然后又想去进行一个降级 发现一降级的话 所有的资料都没了 然后又要进行一个刷机 如果你没有电脑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刷机的 甚至有些女性用户 亚伯利不知道刷机这回事 其实更新系统这事就好比这个新车上市 为什么人家都说永远不要做第一任车主 想必大家都懂 如果你实在想更新最新的系统 你一定要等待其他用户更新完成之后 确定这个系统没有出现一些bug 再去更新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 系统当然是越低越好用 很少有人说升级完成之后非常好用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升级系统 为什么不管还有你回答转不过去跟风转不过去呢 你去哪里能说得到的方便